谢谢 好 我们谢谢王牧师给我安排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谢谢祢与我们同在 主啊,求主祢敞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聆听到祢的话 也敞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祢的作为 父神我们谢谢祢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所以还是需要这三个年轻人来做我们的这个义工 等下要请他们上来跟我们做义工 在前一段时间我跟大家一起分享到关于上帝会供应我们 但是今天我不会再重复我上师所讲的,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同样的主题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去看神会怎样供应我们 所以首先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的上帝是丰富的上帝 你知道吗?上帝是蛮富有的,蛮丰富的 Psalm 50 verse 10 says that God owns the cattle on a thousand hills 那在诗篇第五十篇第十节那边 圣经告诉我们说千山的野兽都是属于上帝的 And then in Psalm 24 而且在诗篇第二十四篇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都属于上帝的 而且在哈盖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拥有一切的金一切的银 所以上帝是丰富富有的 但是有没有感觉到有时候我们说上帝是很富有 但是为什么我们上帝的儿女是很贫穷呢? 那我们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任何事情他都能够做 And God could snap his fingers and you would have a solid gold Mercedes 所以如果上帝只要他,这个叫做什么,这样,弹指一下的话呢 你就可以在你眼前突然之间出现一个前进的这个冰室大车,房车 You know in John chapter 2 Jesus took a bunch of plain water and he turned it into wine 那我们知道在耶和福音第二章那边告诉我们说耶稣怎样使水变成酒 You know at my house I have a bunch of plain white paper 那在我的家里面我有很多的白纸 Maybe God can turn that into money 上帝也可能将这些白纸突然之间让它变成钞票变成美金 Listen, if God owns everything and can do anything Then how come sometimes we feel like we don't have enough 但是如果上帝是富有的,祂有有一切 那为什么神的儿女有时候会感觉到我们还会有切乏呢? Listen, the problem isn't God's power or God's resources The problem I think is in our hearts 那我想问题不是处于在上帝,其实问题是处于在你跟我的内心里面 让我们再来看看什么关于财富的事情 You k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ings, a lot of factors that affect our prosperity 那我们知道会有很多不同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是否成为一个有富有的人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prosperity, you're probably going to have to work 那如果说我们要成为有富有的话,那你必须要工作 那你还必须要很努力的 那如果你要成为有富有的人,那你还需要有一些的智慧 你必须要有一些的这个规律的生活 或是你必须要有诚信 那当然,如果我们要成为一个富有的人,我们也必须要成为一个很慷慨的人 那其实我可以从许多的这些题目当中可以成为我们分享讲道的其中一些题目 但是今天我要特别来强调一个主题 那个主题就是信心 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富有的人,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 就是你必须要有信心 那今天我所要强调的信息的重点是 上帝一定能够预备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严华以乐我们的供应者 那当然你可以在你的工作上很努力的去工作 每一个月你会收到你的薪水 那个支票上可能是从什么石油公司给你的 或是从一个瓦斯公司,因为你在那边上班所以公司给你的那张支票 或是甚至说是从美国政府给你的 那其实你的工作并不是你的供应者 其实我深深相信上帝才是我们一切祝福的供应者 那现在我相信大家也大概知道,我现在还到这个金星会大学那边继续练书 所以现在呢,我的太太是上班 所以她是在一个石油公司里面上班的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Galaria那边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大楼 在那个大楼上面有一个照射灯 所以我的太太就在那边上班 她是在第53层楼高那边的办公室上班 所以她很努力地工作 所以每一个月她的公司就给她有薪水 所以我们就拿到了这薪水 所以我们就付我们的房租,付我们的这个食物 付我们的这个汽油费 但是虽然那个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工作 但是那个工作并不是我们的供应者 因为我们相信神才是供应我们的 所以我们的安全感不是从她的工作那边而来啊 所以我们的安全感是来自因为我们相信上帝的应许 那我们深深相信上帝能够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那在我们结婚到现在我们都一直看到上帝是信实的上帝 那当她怀孕的时候上帝还是很信实地供应我们的需要 当她的公司关掉的时候 神也是很信实地供应我们的需要 当整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曾经面对许多很重大的改变 但是在这重大的改变当中上帝仍然是我们的供应者 在各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我们都看到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所以今天我要鼓励大家就是说你要相信上帝成为你的供应者 那我要告诉你为什么你要相信上帝成为你的供应者 上帝是你的供应者是这么重要呢 那让你能够知道你所有的一切是上帝所供应你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能够帮助你去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让我能够提到有四个比喻 那是想想说在某一个事业份的时候我正在准备有我的缴税 当我在算我叫缴税的时候突然之后我发现哎呀糟糕 我欠了这个国税局的钱 但是问题来了我没有多余的钱能够付给这个国税局 所以当时候我要做一个选择啦 我是要将这个钱呢哪来付税呢或是我要去供应我每天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这个报税的时候我可以作假 或是我在作假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今年赚没有赚的这样多 或是我在作假的时候我就少爆了一些 那我可以是否可以这样做呢 但是我不这样做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怕我被发现了之后可能我就会被抓到牢里面去了 但是更重要的 但是我能够在报税方面我能够很诚实的去报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上帝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因为我不会去居怕说我会不会饿死没饭事 因为我相信上帝一定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然后我们再来看在另外一种的环境 比如讲说你在你的工作上你升职啦 成为一个公司的副总裁 是一个非常高的职位也有很好的收入啦 现在你的老板就告诉你说你应该要怎样做 所以现在既然你是公司的副总裁 所以你要对其他的公司 你可能要耍一些手段来骗他们 你要骗我们的顾客 这就是我们做生意的这个方式 如果你不骗他的话那就不行啦 那如果你不按照你的老板这样告诉你去做的话 可能你就会失掉这份工作 可能你就会担心哎呀如果我不这样做 我事业了的话那我的家庭的生活怎么办呢 那谁要来付我的这个账单呢 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一个相信上帝是你的供应者的话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是可以做正确的事情 第三个比例 比如讲说有一天我发现到我朋友他的车坏了 他需要换一个新的发动机 那要换一个新的发动机 这是不便宜的事情 所以突然之间我就有圣灵的感动说 要帮我的朋友买一个发动机送给他 或是感动说要我送他一台新车 那可能我就那时候说上帝啊 我是准备将这笔钱去买这个高尔夫球的器材的 或是我的孩子需要这个什么 矫正他的牙齿 但是你看看圣经到底是怎样讲呢 圣经告诉我们说 若你是怜悯贫穷人的话 你就是借给耶和华 耶和华必定会上还 如果我是一个对神有信心的话 我就可以顺服上帝 我知道上帝一定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让我再跟大家再讲另外一个比喻 可能有一天上帝会叫你去改换你的工作 可能你现在是一个修理水的水管匠 那现在上帝说要你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了 可能现在你是正在是一个汽车的经销商 那上帝说你要放下你的工作 要到医学院去念书 那或是可能上帝就叫你说你要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去 那个国家的这个经济你知道并不是非常好 如果你不相信上帝是能够供应你的话 那你肯定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所以顺服是需要有信心 但是信心的反面是惧怕恐惧 其实惧怕是一个盗贼 惧怕是一个谎言的盗贼 因为惧怕会让你拦住你去相信上帝是一个供应者 所以现在我们需要找这三个年轻人他们来 好 三个这个义工 我要用他们三个人来做一个比喻 OK, so here we have Vicky 有Vicky OK, she's the person, our Christian 我们就说他Vicky是一个基督徒 And here we have fear Fear, this is fear 所以Brian是 fear 这是惧怕 And this is faith Daniel是信心 OK, now let's see what does Vicky have What does Vicky have In one hand, she has God's provision for right now Her present provision 所以看,现在Vicky有些什么呢 就是上帝所给她的一个供应 这是她的薪水 这是她的这个银行户口 这是她现在所拥有的 所以这是她要养家户口的 要养家户口付电费付一些费用的 But in her other hand She has God's promise for the future 所以在她另外一支手 她有上帝的这个应许 Now it's not time to open this yet 这应许还没有来到 但是还不能去打开它 It's not Christmas yet 还不到圣诞节 OK, it's for the future 是未来的这个应许 OK, fear 但是这个恐惧呢 This is what fear does 那这个恐惧会怎样做呢 所以恐惧就会来到Vicky的旁边 就好像是Vicky的朋友一样 那告诉Vicky,说Vicky你要小心喔 因为你要小心喔 就会有一些东西来将你的这个供应给拿走喔 所以你要紧紧的抓住你这个供应啊 所以Vicky就开始有恐惧了 有人要来拿我的职业啦 我的工作 所以这个是恐惧向她所说的话 所以Vicky就听了之后 就不敢啊 就将这个上帝所给她未来的那一个应许 就放下啦 不敢啊 不敢要了 所以她现在就赶快紧紧的抓住她现在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这个恐惧就说 你要小心看看那边 在看那边的时候 那个居怕呢 就将神所给她的应许给什么 给偷走了 所以她的这个薪水很好很不错 但是这个礼物是更好 上帝的应许是更好 那我们看信心又会怎样呢 所以信心会来到这个Vicky的旁边 上帝是要叫你将你现有的东西 现有的这个薪水给放弃 所以她现在将她所拥有的放弃了 但是她抓住了上帝所给她的应许 这是上帝所应许要给她更好的东西 好了 现在时间到了 她可以打开这个应许了 那她在这个应许所拥有的东西 肯定是比她现在所拥有的是更好 OK 让我们来给我们的伴侶个赞 谢谢他们 这个是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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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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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圣经里面我们提到摩西 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 进入在上帝所应许他们的迦南地区 那时候在埃及他们是成为一个卢仆 但是上帝要把他们带到一个流奶隐秘之地 所以在这个民书记第十一章那边告诉我们说 当时以色列百姓当中有六百万人 那可能他还没有包括这个女孩子跟这个小孩子 对不起 当时候男生的数字有六十万 所以如果包括妇女跟小孩子的话大概有两百万人 当时候摩西必须要将这两百万人带领离开埃及 进入在迦南地区 所以对摩西来说他必须要相信上帝能够供应这两百万人的需要 所以在他们在旷野的路上的时候 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开始有了恐惧怕说他们没饭吃 当时候上帝就从天上降下玛纳给他们 所以以后这帮以色列百姓说 哎呀我们吃这个曼纳已经吃得太久了厌烦了 以后上帝就将这个鸟拆到他们那边去给他们有肉可吃 所以以后呢他们又怕说哎呀我们可能不够水来喝 以后上帝就透过这个摩西就要吩咐那个水从磐石那边流出来 那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象说摩西真的如果要带领这两百万人要离开埃及 进入在加南地这是一种很惧怕不容易的事情 那对摩西对以色列人来说如果他们惧怕的话他们就不敢离开埃及 如果他们不敢离开埃及的话可能还要在埃及有四百年四十年的时间继续做埃及人的卢谱 但是摩西相信上帝 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上帝在你的生命你的未来当中已经为你预备了许多好的东西 就好像说上帝所应许要给你的这个应许之地 但是你要从这里达到你的应许之地你必须要有顺服必须要有信心 你必须要相信上帝能够从天上降下麻纳给你 你也必须要相信上帝能够从磐石当中让水能够流出来 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让惧怕恐惧把我们给捆绑成为恐惧的乳库 因为上帝他能够为我们依赖 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有许多的例子 那些相信上帝的人上帝怎样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我们看到耶稣曾经以五饼跟两条鱼喂养了当时有五千人可以吃饱 那五千人当中他还没有包过妇女跟小孩子 那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曾经有一次就是乌鸦丹饼跟丹肉给他吃 供应他 那我们看到从路德记当中上帝怎样透过波阿斯供应了路德跟哪儿米他们的需要 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要付税的事情 你还记得吗 曾经有一次耶稣就叫彼得说你去钓鱼 从鱼的钓上来那从鱼的口中你就打开那个鱼就找到这个钱能够去付税 Hallelujah 上帝能够供应我们去付我们的税 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寡妇她就将只有一点点的油 但是她这个油能够一直不断地倒在许多的瓶子里面直到那个瓶子都被倒满了 其实圣经还有一句话 耶稣祂应许我们说 你若先求神的国和祂的义 你所需要的祂必定要加给你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是非常的简单 上帝能够供应你 那当然如果你要能够成为有富有的话 你必须要努力地工作 那当然你也必须要有智慧知道怎样去管理你的钱财 那当然你也需要有诚信 你需要能够有一些的这个比较愿意去帮助人 但是在你拥有这些的条件之前 我要鼓励大家要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上帝能够供应 弟兄姐妹 今天上帝所赐福给你的 老师告诉你 在未来上帝有更好的要给你 但是必须要透过你的信心跟你对上帝的顺服 你才能够去得到上帝更好的祝福 你是否愿意将你现在所拥有好的东西放下来 而去领起更好的东西呢 最后我要说的是 最后我要说的是 上帝拥有一切你所需要的 但是祂还没有得到的就是你的信 所以弟兄姐妹 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比金 银更宝贵 让我再说一次 你跟上帝的关系是比金 银更宝贵 那弟兄姐妹 上帝能够一转祂的手指 你就立刻能够在你的银行户口当中增加了一百万 但是我相信上帝要给你的 但是我相信上帝要给你的是比金 钱还更好的祝福 祂要的就是要跟你建立更好的关系 祂要你成为君王的好朋友 因为君王会照顾他朋友一切的需要 上帝能够供应 哈利路亚 我在我自己的个人的生命当中 我曾经经历过 在我们David弟兄 他也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经历过 哈利路亚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聚会完了之后 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需要有得到医治的话 我们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 我们David弟兄他是一个仙教士 他也愿意跟你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这个人说 我已经为你祷告很久了 你要换一个人的话 David这个仙教士在我们当中 你可以找他来祷告 但是我们在结束之前 我们要来做一个祷告 所以我特别要为着那些在经济上有需要的人来祷告 我们可以请大家一起站起来吗 父亲爱在天上的父亲 你是耶和华以乐 主啊 千山的野兽都是属于你的 主啊 千山的野兽都是属于你的 你这一切的经营都是属于你的 主啊 你拥有这整个世界 但是我现在愿意让你来拥有我的心 你告诉我们说 做父母的 会将最好的礼物赐给他们的儿女 主啊 我特别为着在我们当中 特别在面对经济上有困难的 我们来为他们祷告 我求主你奇妙地来供应他们 主啊 我们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学习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拥有智慧 拥有这个诚信 主啊 也谢谢你让我经过许多不同的试验和试探 每一次当我们看到一个奇妙的供应的时候 就让我们能够更深一步地来认识你 我们的关系跟你的关系也能够越来越靠近你 主啊 最后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所要看到的 我们不是单单只是看到你奇妙的供应而已 更重要的就是要看到我们跟你的关系是能够越来越清静 所以父神求主你帮助我们学习怎样来信靠你 让我们相信主你能够为我们预备 主啊 当我们在你面前学习怎样来顺服你 怎样来跟随你的时候 谢谢你阿爸父神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Amen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to me today 所以